有个小偷胆子太大了 偷了很多奥特曼的武器 更加让人生气的是 他居然还在墙上留下几个字 本大爷到此一游 认为这个猖狂的小偷该倒霉的就扣一一一吧 塞罗杰德欧布泽塔 他们四个的武器都被偷了 这个本大爷究竟是谁 就是啊 到底是谁居然敢这么嚣张 小朋友们 你们认为这个小偷是谁呢 可以把他的名字打在评论区哦 很多小朋友说是贝利亚 我觉得你们说的很有可能啊 于是塞罗四人趁贝利亚不在家 悄悄的来到了他的武器仓库 果然 小朋友们猜的是对的 小偷就是贝利亚这个坏家伙 塞罗想到一个非常好的计划 要跟贝利亚一个深刻的教训 他们究竟有什么计划呢 过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而另一边 贝利亚偷了武器之后 得意的不得了啊 到处炫耀 我有很多好偷武器 我真的很有名 他还邀请怪兽们一起来参观 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武器早就没耳了不说 还被人全部换成了马桶 认为赛罗他们干得好 干得妙的 直接扣三个大拇指吧 怪兽们全都哄堂大笑 贝老黑尴尬极了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他这下脸可丢大了呀 贝老黑你搞什么鬼啊 千里迢迢让我来 你就给我开马桶 火雷吉亚气到不行啊 把贝老黑好一顿胖揍 才出了一口恶气 小偷究竟是谁啊 不但偷我的东西 还给我换成马桶 这些人也太缺德了吧 害得我被人嘲笑 还被人打成了猪头 居然还有小朋友 给这些人点红心 太过分了 你们太过分了 快跑快跑赛罗来了 几只怪兽疯狂的逃窜 火都差点下没了 跑着跑着巴尔坦 两腿一软 还摔了个狗吃屎 他们究竟在怕什么呢 给赛罗点个红心 精彩马上开始 雷德王霸占了人类的水果摊 他还非常得意的大笑 赛罗直接开唱 叮叮当叮叮当 你老官儿想叮当 眼睛模糊摇晃晃 脑袋插在马桶上 耶 赛罗唱得太棒了 刚唱完 雷德王两眼一晕 一头就栽进了马桶里 玉米棒子变成马桶棒子了 耶耶 太棒了 太赞了 艾雷王就更过分了 他把小赛罗装进笼子 还放大狼狗咬他 小赛罗吓得红色能量都没有了 赛罗生气了 直接开唱 叮叮当叮叮当 你肚儿想叮当 上厕所也来不及 突然拉在裤裆里 赛罗刚唱完 艾雷王的肚子就咕噜咕噜乱响 哎呀 完蛋了呀 我拉在皮套里了呀 耶耶 拉得好 我拉在皮套里了 而最过分的就是贝利亚了 他抓住一群可爱的小奥特曼 想吃掉他们 太可恶了 送给贝利亚三只狗头 让他倒八辈子血没棒 赛罗直接就发怒了 叮叮当叮叮当 你全身像叮当 猪头老的狗肚皮 你双脚踩在鸭蛋上 耶 赛罗刚刚唱完 贝利亚的头就变成了猪头 肚子上还长出了一个狗头 双脚又变成了两个大鸭蛋 黑暗帝王变成了奇葩大王了 耶耶奇葩大王奇葩大王 小朋友们 认为我唱得好 唱得妙 唱得怪兽们呱呱叫的 就给我扣三个鲜花吧 你会给我唱歌打几分呢 赛罗最近的那个绝招 简直太气人了 本大爷不管 谁都不准红星支持他 不然我就请你吃奶油蛋糕 奶油油腻腻的太难吃了 赛罗和贝利亚决斗 赛兔子 你连武器都没有 也配合本大爷战斗 然而赛罗隔空一指 贝利亚手中的终极战斗仪 直接就背叛了他 一棒子敲在贝利亚的猪头上 接着又噼里啪啦的 把贝利亚好一顿的胖揍 揍完之后还飞到了赛罗的手中 终极战斗仪 你这个垃圾玩意儿 为什么要背叛本大爷 还把我揍成了猪头 认为战斗仪干得好 干得妙 直接送三个大拇指吧 干得错 没有了武器的贝利亚 直到打不过赛罗 于是他召集了一大波怪兽 想靠人多欺负赛罗 老黑老黑 千年老龟 战无不胜 永不悲催 哈哈哈哈 赛兔子 别以为抢了我的武器 就能打败我了 已有武器 可我的小弟更多 贝老黑刚准备动手 赛罗拿出终极战斗仪 一挥 怪兽们突然掉转身体 冲着贝利亚一顿的拳打脚踢 原来贝利亚忘记了 战斗仪本来就可以控制怪兽 贝老黑被揍的 趴在地上啊叫 直接被打成了狗头 怪兽们干得太好了 我都忍不住想给他们扣大拇指了 小朋友们 我的这个绝招 就是让对手的武器背叛 认为6的就给我扣666 谢谢大家 关注大宝 快乐天天见 本大爷要来地球捣乱 大家赶快助我好运吧 赶助我倒霉倒霉倒霉的 就扣三个狗头给我看看 抓住了我饶不了你们 一针老骨鸡掉他头上 我去你大爷的 还在这装帅 跟本大爷走 蠢货 贝利亚带着雷德王 悠闲地在电梯里唱歌 两个坏蛋 两个坏蛋 去捣乱 去捣乱 突然雷德王感觉自己的肚子 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太舒服 贝利亚被雷德王排出的气体 臭得差点窒息了 他晕乎乎地爬出了电梯 救命 救命啊 雷德王一看大王倒下了 赶紧对他进行心脏复苏 还用嘴对嘴的方式 进行人工呼吸 由于早上没有刷牙嘴巴太臭 贝利亚直接又给臭醒了 雷德王你干得好干得妙 给你塞个大拇指 你千万别骄傲呀 半晕半迷的贝利亚 被送上了救护车 送到了医院之后 结果被人送错了科室 送到了牙科医生那里 西卡利医生以为 贝利亚是来拔牙的 直接一拳子就上去了 啊 最后悲催的贝利亚 不得不一个人走出医院 刚走出医院 迎面飞来一个好大的足球 只听着碰的一声 贝利亚被足球撞飞了 躺在地上直哼哼 他又被医生给抬回了医院 从医院出来的贝利亚 就是这副熊样了 贝利亚一个人坐在轮椅上 不断的感叹 真是倒霉呀 就在这时 托雷吉亚刚刚好经过 哎呀小朋友们 倒霉倒霉这样的也是没谁了呀 看着挺可怜的 但是我怎么想笑呢 大家可以Q三个鲜花给他 恭喜恭喜他吧 贝利亚天天找赛罗决斗 不过最后他哭了 怎么回事呢 看到视频最后你就知道了 第一天 哈哈哈哈 赛兔子 我一秒钟能打十拳 怎么样 是不是吓尿了 害怕的话就给我跪下 叫三生爷爷 我就饶你不死 十拳有个屁用啊 揍你这种小垃圾 本少爷一拳就够了 第二天 赛兔子 让你见识一下 我最新的灭绝光线 怎么样 是不是害怕我 用光线把你切成两段 来叫爷爷 我就饶你不死 就你那个小光线 也好意思拿出来显摆 如果我的光线是条龙 你那个小光线就是条毛毛虫 第三天 赛兔子 今天我就让你认输 看看我的风暴光球 我一个光球过去 能把你打得粉身碎骨 怎么样 终于害怕了吧 我这么大的光球都没好意思拿出来玩 那么小一个小球球 你也好意思拿出来玩 你哪里来的自信 是不是奥力给你吃多了 最后一天 赛兔子 今天我要是赢不了你 所有小朋友都可以给我扣狗头 我现在能控制大陨石 再不认输 小心我把你砸成肉鱼 要比陨石是吧 那我今天就让你彻底死心 来吧 我的陨石宝贝们 这是为什么呀 为什么每次输的都是本大爷 我都这么惨了 大家就不要给我扣狗头了吧